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 那么根据卫福部的统计 112年国人的前五大死因 分别是恶性肿瘤 心脏疾病 肺炎跟脑血管疾病 还有糖尿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肺炎 由原本的第六位 上升到112年的第三位 而像是失智症 帕金森症病也悄悄的入榜 过去这两个疾病 都是在15名之外 如今分别爬升到 第11名跟第14名 那么胸腔科医师解释说 因为国人平均寿命增加 当大家越活越老 免疫功能就会下降 那么糖尿病 高血压 肾脏病等共病就会出现 造成肺炎死亡率上升 而空气污染 则会导致外来的因子 入侵肺部 如果无法控制 悬浮为例的话 肺炎的罹患率 就会继续上升 以上是最新资讯提供给您